台中疫情再传好消息 23号本土境外社区快筛阳性接三菱 台中市长表示这已经是连续6天本土零确诊 不过对于降级 台中市大前提示防疫安全 确保市民健康 才会进一步来开放 另外针对被列为第7类接种疫苗对象的台中市公车司机 台中市三次向中央来争取都没有获得回应 台中市造册让1874位一线大众运输的从业人员 在26号跟27号在快打站来施打 要确保大众运输安全 今天我们台中市的确诊案例是3加0 就是第一个本土确诊的案例是加0 另外境外移入也是加0 快筛阳性也是加0 这已经是台中市第6天连续加0 台中截至23号连6天的零确诊 但市府还是不敢松懈 尤其27号中央宣布疫情警戒降回二级 而六都当中只剩下台中的大众运输司机 还没有打疫苗 市府不断地向中央反应 但都未列入专案 只好自行奏策 让1874位的一线大众运输从业人员 包括有驾驶、运务、战务以及备修 在26跟27号快打站进行施打 台中市政府是让我们发了三次公文 希望中央能够把这些第一线的运输从业人员 专案优先纳入第7类的施打对象 那当然迟至到前两天我们收到的讯息 也都一直没有把它纳入 这两天第二轮唐风系统施打完毕之后 的一些剩余剂量 我们去做一些适度盘点 那目前我们针对台中市的公车捷运 第一线的从业人员 可能包含驾驶 包含这些运务、战务、维修 会跟民众有这个碰触或接触比较近距离的 这些相关的从业人员 那我们进行了这个盘点 也进行了造册 那大概约略这一个族群会有1874位 截至中午我们已经造册完毕 那这部分我们会安排在下礼拜一跟礼拜二 7月26号、27号 那配合几个区域的这个快打站 我们会来针对这些第一线的从业人员 那大家会按照这个造册的名单 跟相关的这些快打站的安排 来前往施打 因为疫情 台中的公车大幅减班 司机冒着风险为民服务 和可能到疫情降级人丑一多 再者四面八方乘客 司机反倒会成为展翼的高危险族群 和市府挺身支持他们打疫苗的政策 保护司机更是保护市民 来降低病毒乱窜的可能 这点讲话台中采访不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